4-6解 C题第13题 C题第13题 被积分难数是x3次方乘以g0-1-9分之1 x3次方乘以g0-1-9分之1 这很明显的是三角带翻的第三类型 很明显的 U内是X A内是等于3 A是等于3 所以我们要令X等于3倍的second theta 这是三角带翻的第三类型 三角带翻的第三类型 看它的solution 所以一开始我们要令X等于3倍的second theta 令X等于3倍的second theta 这个一定要贵 那两倍微分 两倍微分就等于这个 那等一下可能会用到 theta 3 theta 这个不是second theta second theta second theta等于3分之x second theta是 theta对到3分之x 那反三角带翻是3分之x 3分之x对回 theta 对回 theta 这个要贵 对回细导要贵 那微分 那更好处理 更好处理 更好s平方减9会等于 更好s平方 s平方呢 s平方呢 s平方 这个s平方 s平方就是这个的平方 9倍色个平方 9个s平方减掉9 把9提出来 提到更后面是3 过来是色个平方减1 色个平方减1是tg平方 那给他猜解决率子 tg是落在13向线 整个变成正的 整个变成正的 tg也是落在13向线 落在13向线 所以整个变成三倍的tg 所以整个根号变成三倍的tg 所以带回原式 带回原式 原式会等于 第一个是s三之方 s三之方 是这个的三之方 直接把三双展开 27倍的s平方三之方 是第一个 第二个根号 已经处理完了 根号处理在这里 三倍的tg 3倍的tg 未来剩下dx 剩下dx dx在哪里 dx在这里 3倍的second tgdc 3倍的second tgdc 把它全部套进去 做个总整理 该约的约 该消的消 这个三倍消掉 tgdc消掉 那second呢 这边还有27分之1 27分之1 那second呢 分子分母越去一个 还有两个 second的平方 dx 那就简单了 second给它翻身 second给它翻身 你不翻身的 它翻导数不好找 我们看打字的 所以做个总整理 是second平方 那second的导数 second是谁的导数 second是cos的导数 所以变成cos的平方 cos的平方的普丁积分 那这平方呢 变成3平方 cos的平方 正我数的积分 用半角公式 半角公式 所以cos的平方 等于2分之1加cos2c cos平方等于2分之1加cos2c 这是半角公式 从这边到这边到这边是用半角公式 cosc平方等于2分之1 2分之1加cos2c 2提到外面 是2提到外面是54分之1 1的积分是c cos2c的积分 1的积分是c 所以这个第一个呢 是2714 54分之1 第一个积分是c 第二个积分呢 是cos2 已经提到外面去了 cos2c的积分 cos2c的积分 会变成cos2c cosu cosu 要du 要du 所以挂里面的导文数 就是2分之1 cos的积分呢 是正3 是正3 正3 再加C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1分之1倍的 2分之1倍的3 32c 2c 再加一个积分常数C 大家把这个 这个二倍角公式展开 3n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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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倍角公式 等于2倍的3nc cos2c 2倍的3nc 再乘以cos2c 另外二倍角公式把它展开 另外二倍角公式把它展开 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呢2分之1的表面是54分之1 5分之1 那c再加上2分之1 3n2c 那3n2c的展开 2跟2分之1消掉了 2跟2就两倍 跟2分之1消掉了 剩下3n乘以cos2n 那要变回原来的变数x 要变回原来的变数x 变回原来的变数x 所以你要画这个三角形的简图 这个 这个second theta second theta 会等于3分之x second是cos的导数 cos theta呢 是x是x分之3 所以它的图形呢 这个要绘 这个要绘 这是theta 这是theta theta cos是斜边分之0边 那这边呢是根号s平方-9 s平方-9 这是斜边分之0边 我们看打字的 我们看打字的 ok 画个这个简图 我们再画第一项目就可以 画第一项目就可以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是theta 所以它用得到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theta呢 the second 三分之x the second 用不到就 这个就不用写 但是你知道了 也可以不用写了 知道可以不用写 过来sin呢 是斜边分之对边 过来cos 是斜边分之0边 把它套进去 把它套进去 ok 把它套进去 斜边分之对边 斜边分之0边 那做个总整理 做个整理 s跟s成全是s平方 那54分之1乘进来 54分之1 3跟54 约分之18 前面呢 是1倍的x second 前面是54分之1 所以是54分之1倍 54分之1 x second 3分之x 3跟54约分 3跟54约分呢 变成18 变成18 那s乘x呢 是s平方 做个总整理 那最后写个答案 这个不定机会呢 会得以这一串东西 这不定机会呢 会得以这一串东西 这个不能再化解 这一串东西 这个呢 是我们四字六节的西题 第13题 四字六节的西题 第13题